Yatugo是由台湾三页公司一手打造的共享机车品牌 以三年内新车、原厂保修、驾驶、乘客、车体险为保证 4号上午是在花莲市成立了第一个服务的地点 为花莲的住民和游客提供安全的共享体验 期望能为花莲的观光经济带来正面的能量 假租已还,目前花莲市吉安厢新城厢设立了五个点 业者表示,其他合作的据点也将会陆续开拓 而花莲观光就以租车为主 过去机车业者为了摊还机车的成本 导致机车使用年限过久 但Yatugo是以三年车为主 9月160台,每月会增加100台达到1500台 可以占三分之一的市场 主要花莲的旅游资源丰富 其实很多地方都必须要骑车才到得了 而且比较方便 当然开车也是可以 但是我们比较 其实骑车也别有一番风味 开车来另外一种感觉 骑车更是舒服 空气好 新鲜 然后海风吹得很舒适这样子 目前我们共享机车市场 的确是只有我们第一个进来 对,那我们目前就是在努力中 先从当地的饭店开始 我们打算就是做到能够假租已还 让每一个消费者来到这边 他想要去哪边 随时找到一个点可以拿车 随时找到一点可以还车这样子 花莲一般租车市场大约忘记 一台车一个月可出租 12000至18000元 而共享机车常态行驶均一价 就是有人跟没有人吧 毕竟台湾人还是会希望 有人的接触 大家有时候会比较安心 毕竟我直接找得到人 所以我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其实人是最直接当下 可以马上帮他做处理的 业者表示 共享机车结合花莲观光资源 以云端技术 并与燃油车的GPS系统整合 消费者只要扫描QR Code 完成个资信用卡及驾照等注册后 就能租借使用 若途中发生故障 24小时都会有专人协助服务 另外也享有新台币 700万元的行车保险 记者林杰 花莲市财宝报道 请参加